今天教大家的生活小窍门是如何在山山老林里蹭到邻居家的WiFi 首先我们需要踩一下点 走了 能看一下 这就是在树顶 看这里 看大妈家的样子 大妈家在这里 所以在树顶上 到他们家就是没有遮挡的 那基本的作案计划呢 就是在邻居家放一个网桥发射端 然后在这里最高的树上放一个网桥接收端 然后再把接收到的信号 通过网线拉回到安装在院子里的路由器上 理论可行 实践开始 先完成第一步 在邻居家装网桥发射端 邻居大爹正在悠闲的切白菜 真的太凶残了 幸好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到来 费得赶紧溜进了屋里 插上了WiFi 现在要爬上这棵10米左右高的树 把接收端绑在上面 我倒不进去 我倒不进去 这个我不会啊 不是搭水有边的 灯亮了 灯亮了 哎呀 成功了 成功还没有完全成功呢 我们用网桥 从大妈家隔着400米 连接到我们家的这个网桥 然后就能连接到 收到WiFi信号 然后网桥又顺着这根黄色的线 连到了这个箱子里面 这个箱子里面有一个信号中继器 它用来增强信号 因为这里到我们院子 还有一百米远 所以我们要用一根这个网线 把这个信号 再闯到家里的第二个路由器上 弄完了 现在我们要回家去试一下 到底有没有WiFi了 好紧张 好期待 现在插上网线就好了 好 我们更新一个快手看看吧 2.5 4.2 好了 整理人可能不觉得有什么 因为它没有几百兆的宽带 但是在三头人来说 有四兆真是太神奇了 你学费了吗 赶快去测灵芝家的WiFi吧 好期待 好